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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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哎 陆毅不禁想到 果真是一个奇葩的女人 不会是女汉子当久了了 还真把自己当成一个汉子了吧 泽泽 看着惊吓的状态 陆毅心中略有些失望 陆婷的淡定 惊吓随着陆毅走下了楼 本来还是挺淡定的 可是当他看到陆婷董事长在早餐桌旁边等他俩的时候 他瞬间不淡定了 天呀 这里居然是陆家别墅 惊吓不禁懊 有钱人家不是都很多房子的吗 有钱人家的少爷不是不喜欢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吗 魏玛陆毅就是一个奇葩 魏玛给他带到陆家的别墅之中 自己一大早出现在陆家别墅内 这陆董事长会怎么想自己 不会以为自己是想要攀高枝的女人吗 天呀 可恶的陆毅 不知道我家的地址 你给我扔酒店去啊 你给我朋友打电话啊 怎么都行 怎么能把我带回这里 相比较于今夏的尴尬无比 陆毅倒是很淡定的叫了一声道 爸 而陆婷看见今夏也很淡定 从他的神色之中看不出任何吃惊之态 仿佛今夏出现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昨夜陆婷便知道陆毅带了一个女人回来 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这是陆毅长这么以来第一次带女人回家 对陆婷而言 他相信自己的儿子并非胡来之人 能够让自己儿子亲自抱回来的女人 那么就是儿子真心喜欢之人 那么就是儿子的重要朋友 当他看到这个女人是今夏时 他的反应也仅仅是哦 原来是设计部的小缘 他和杨成万同窗多年 又一同创业 对杨成万的为人自然是很信任 连同对杨成万身边的人也十分地看重 尤其是今夏的技术能力鸟得 陆婷自然早就认识今夏 并且今夏的组长之位还是他亲自提拔的 他对这个女孩印象深刻 只是他没有想到儿子会喜欢这样性格的女孩子 陆婷看了一眼今夏 笑着道 小缘 一起坐下来吃饭吧 今夏略有些尴尬地唤了一声陆董 便也没有扭扭捏捏 而是坐在了陆毅旁边 陪着这一对父子吃饭 陆婷看了一眼陆毅 略有些严厉地道了句道 你也不晓了 怎么还如此不懂得分寸 今夏看着陆董瞟了自己一眼 心中暗道 不好 这陆董莫不是要误会了 按照陆毅那个性格 恐怕不会解释 他无所谓了 可是自己不行呀 他还想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呢 故儿今夏也不管礼貌不礼貌的问题了 直接笑呵呵地对陆婷道 陆董 您千万不要误会 其实 昨夜我们是同培紫金 蓝清璇一同喝酒的 大家聊得有些嗨了 故儿喝得有些多了 而我酒品又不怎么好 不小心喝多了 陆总实在没有办法 才将我带回来的 陆婷扫了一眼陆毅 看她悠然地吃着早餐 也不言语 心中便已经了然于心 看来这是相往有一神女无心了 陆婷看着急于解释的惊吓 没有表态 只是和蔼可亲的道 小元 你不必拘谨 你也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尝一尝这早餐可是合你胃口 若不合你口味 我让王嫂再帮你准备些其他的 对今夏而言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到陆家别墅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好吗 平日里面都是和陆儿一起过来的 只是在客房那边休息过 但是却从未来过这边的主楼 虽然陆董看上去和蔼可亲 但是今夏依旧是觉得有些压力的 立刻点头道 谢谢陆董 这早餐特别美味 今夏便低着头开始吃早餐 想着时不言寝不语的古训是真的挺好的 这样就能避免和领导级人物聊天的尴尬 可是今夏却失误了 因为陆家并没有这些规律 本来陆婷父子见面的时间变少 聊天的时间变少 所以陆家的餐桌上是可以聊天的 陆婷突然间对陆一道 你新研发的柱上开关销售量如何 陆一道 目前才销售出十台 销售量并不是很高 陆婷道 我知道你看不上那些利润低的产品 但是你可知道 像柱上开关这样 利润高的产品市场需求量却是少的 而低利润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是很大的 顾比诗词 可不是明智之举 今夏听到陆婷如此说 不禁暗道 江还是老的辣 线夏知道了吧 设计部为何会设计那些低利润的产品 听见陆董对设计部的认可 今夏心情大好 陆一道 我知道 陆婷看着陆一不愿意说话 便也不再继续讨论 而是转头对今夏道 小元 你的终极 职称证书下来了吗 今夏笑着点头 道 今年刚刚下来 我正在考虑如何评高级 因为想要提前评高级 便需要设计研发项目证明 到时候还需要陆董帮忙引荐 陆婷笑着道 你尽管准备 需要时便直接来找我就可以 不用通过你师傅 你师傅那个人呀 太过古板 我就喜欢你这样有上进的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都太浮躁 像你这样脚踏实地 专心投身于制造企业的年轻人太少了 说完 还不忘嫌弃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今夏看出陆婷对陆一的不满 立刻道 陆董您说笑了 我只是上学的时候学的电器专业 您不让我在这里工作 我还能去哪里呀 我不像陆总 知道的多 懂的多 自然在哪个行业都吃得开 说完后 她抬头向陆一轻轻一挑眉 露出得意的小眼神 今夏看得出来 陆婷有抬高自己贬低自己儿子的意思 她自然不能应承 她太了解这些人了 自己的儿子可以自己贬低 但是别人却不能说 今夏说完后 陆婷果真露出了笑容 但是嘴里依旧假意不满的道 你不用替她说话 她呀 要是像你一样执着 我也不用如此操心了 陆毅不想继续听陆婷 和今夏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天 不耐烦的对陆婷道了一句道 我吃完了 先去单位了 随后看了一眼今夏 问道 你是和我一起去上班 还是和她一起去 今夏看了一眼陆毅 看了一眼陆婷 自然选择和陆毅呀 虽然陆毅总是一副黑脸模样 但是怎么说两个人也算是同龄人 而陆婷呢 看似一脸和蔼可亲 但是却总给人一种威严感 今夏立刻起身 对陆婷道 陆懂 我吃饱了 那我先和陆总去上班 给您添麻烦了 抱歉了 陆婷摆了白手道 去吧 你们先走吧 陆婷看着今夏笑呵呵的跟在陆毅身后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些年 家中确实过于冷清了